这个男人是燕门关的村长李德寿,可村民们都对他非常鄙视,甚至不让自己的孩子和李德寿的孩子在一起玩,因为他们认为李德寿在为日本人做事,忘记了自己的诅咒,是个汉奸,他的妻子对此感到十分委屈。 与此同时,为了粉碎日军百元师团大举进攻山西,我爸陆军12010某部奉命直插燕门关敌后,伏击破坏日军公路运输线,全力配合新口前线有军作战,保卫太原,保卫山西,由连长王发祥和指导员李进组成的作战小分队,埋伏在鬼子的必经路燕门关。 等鬼子使劲预定地点后,立即拉响提前买好的地雷,不间断的爆炸冲击,瞬间让鬼子损伤过半,我就趁机躲在战壕内疯狂补枪,一颗颗手楼弹扔出去,鬼子还没反应过来,就去了阎王殿,仅仅片刻的功夫,鬼子就被全部击灭,阎门关公路的一些路段也被炸毁,日军运输陷入瘫痪,日军守备多田大卫得知消息后,暴跳如雷,北同浦铁路和平行关公路已经被八路破坏,阎门关公路是日军, 消息后提供给养和兵力的唯一运输线,他们必须马上抢凶,于是多田带领日本兵,强迫燕门关村的村民去修公路,为村民视为汉奸的村长李德寿一马当先,而那些不肯配合的村民,鬼子直接闯进家中,将其一顿毒打,一个鬼子闯进一户民宅,看到漂亮的女人后,顿时色心大气,小儿子跑上去,一口咬在鬼子腿上,却被一脚拆开,女人见状,匆忙从石墨下抽出一块砖头,狠狠地 砸向鬼子脑袋,接着,拿起旁边的砍刀,将其活活砍死,冷静下来的女人,害怕受到鬼子的报复,点眼仗尸体扔到了燕门关悬崖下,可还是被多田发现,多田拿着砍刀,来到村里质问村长,这是谁家的,村长看着上面的羊子,摇摇头说自己不识字,可丧心病狂的鬼子,竟然拿孩子做要挟,多田递给旁边日本兵 一个眼神,医生呛响,倒下一个孩子,尽管村长于心不忍,可还是摇摇头说,我们山里人家家户户都有这个,我哪知道是谁家的,可他话音刚落,又一个孩子倒下了,鬼子的出生行径,让村里的一个老人看不下去了,多田一脸戒笑地问老人,是不是知道这把砍刀是谁家的,本来老人,这些赏他一口吐满,并大喊道,这你八倍诅咒,多田顿时怒火中烧,下连将村民全部射杀,就在鬼子之下, 对准在场村民的关键时刻,被全村人骂为汉金的李德寿站了出来,大喊道,我知道,随后,他带着日军来到女人家门口,此时,屋里的女人还在哄着孩子睡觉,但是村长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,便走开了,他终究是不忍心出卖村民,更话,女人的丈夫还是打鬼子的八路军战士,可是,鬼子已经把话撂下了,如果今天找不到生手,那全村人都别想活,万般无奈下,李德寿想鬼子引进自家院子里, 凶残的鬼子二话不说,江村长的妻儿老母所进屋子,并在周围放上玉米杆,听着院子里传来的声音,李德寿强忍着不让自己冲进去,他的眼皮止不住地颤倒,手指在石顿上抠出了血,终于他忍不住了,冲进去求情,可是已经迟了, 在李德寿一声声刺心裂肺的呼喊声中,他的亲人被活活烧死,祖宅变成一片废墟,这时,全村人才恍然明白李德寿的良苦用心,原来,他在鬼子身边做事,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保全乡亲们,他并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宗,也没有背叛自己的良性,他们全村出动,披麻戴笑,送别了李德寿的家人,同时也在心里点燃了仇恨的火种, 而在鬼子的根区地里,却发生了极其讽刺的一幕,这名日本军官拿出几块大羊递给村长,让他带回去给老婆孩子扯几件花衣裳,然而,就在几个小时前,村长的老婆孩子已经被他们活活烧死了,吸入死灰的李德寿,让村民把鬼子赏的大羊带给巴露,让战士们打小鬼子的时候,别饿着肚子,但是,这几块大羊太重了,巴露军并没有收,好在现在鬼子还很信任村长,巴露军让村民带话回去, 为了保护村民们的安全,巴露军炸毁的路还要接着修,并希望村长保重身体,他家的仇,巴露会让小鬼子加倍偿还,为了给村长报仇,也为了完成任务,小分队把袭击目标锁定在广武城,广武城堡是日军囤积继续物资的重要仓库,一旦将其销毁,绝对可以给鬼子一个重创,但广武城堡里的鬼子有上百号人,不能莽然行动,深夜,李德寿来到巴露据点,商议此事,广武城堡日军众多, 而且一手难攻,为了减少伤亡,连者让李德寿试试说服多田,在两天后,烟门关的庙会当天,带着广武城内的鬼子一起去听戏,只要广武城堡里的鬼子撤出去一半,生前的仇君就是小赛一碟,村长也十分认同这个计划,决定去找多田试试,立不立功的无所谓,只要把这帮鬼子消灭了,他的妻儿老母也能闭眼了, 第二天,李德寿就拿着两滩子酒找到多田,说成前行日子,村民和日军们修路都辛苦了,正好过两天庙会,不如请个戏台子,大家一起热闹热闹,多田觉得这个题不错,当今让村长去安排,夜里,广武城堡一片漆黑,村长担心巴露找不到鬼子,物资仓库的方位,别让村民坐了一个红灯笼,放在屋顶坐路也, 八路军也兵分两队,一队埋伏在广武城,到燕门关的必经之路,等广武城守军的汽车开过去之后,他们就埋上地雷,让鬼子有来无回,而另一队则提前准备好守雷,埋伏在广武城堡附近等待时机,晚上,燕门关的汽台子搭起来了,就在鬼子们沉寂其中之际,国军战士已经陆续潜入广武城,在悄悄解决了几个哨兵之后,溜进广武城,成功炸毁鬼子的物资仓库,鬼子大卫多田听到动静, 立即带人往回赶,可卡车刚开出去没多久,就掉进八路军的地雷阵,就这样,在全村老少的配合下,八路军以火攻的方式,着地烧毁了广武城里,军需仓库,讲话的多田认为,他们中间肯定出了内心,最值得怀疑的就是李德寿,鬼子们将他抓了起来,严刑拷打,面对鬼子的残忍酷刑,李德寿并没有退缩,得知村长被抓后,村民们自发地聚在一起,想方设法营救村长,毕竟,村长为了他们, 已经把一家老小给搭进去了,如果他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,大家又怎么能安心呢,被村长救过的女人李修青,更是趁着给鬼子做饭的功夫,打探村长的情况,与此同时,小分队神出鬼没,机智灵活地转站在燕门关大山里,展开伏击站,他们与鬼子交锋越多,对村长就越有利,村民们则刺激救出村长,这一天,轮到李修青给村长送饭,李修青将营救计划说给村长听,可村长并不愿意走, 多天现在只是怀疑,自己一走,万一多天将怒火牵扯到无辜村民身上,那后果将难以想象,没办法,李修青只能暂时放弃,这是,八路军收到一个好消息,有大批的鬼子朝着他们来了,八路军此行的目的,就是要破坏鬼子的运输线,签置他们的兵力,现在,他们的目的达到了,鬼子的数量诸多, 八路军就将有限的兵力分成三路,在山里打游击战,伏击战,一点一点的消耗鬼子的兵力,这是一场硬战,也是一场持久战,可鬼子却不这么想,燕门关运输线不断遭到破坏和伏击,进口日军因为迟迟受不到兵力和供给,战士连连失利,狗鸡跳墙的日军,决定在21号这天,派重兵保护,从大头运往心口的弹药处,使其安全通往燕门关, 此时的多天,也逐渐消除了对村长的怀疑,因为,前几次没有李德寿的风风暴气,八路一样打了鬼子伏击,再加上,他们现在需要一个熟悉路线的村民带路,于是,多天开始对李德又,威逼利诱,让他为日记寻找到另一条安全的军车运输路线,用你的时候有多热情,不用你的时候就有多冷淡,这样的处事风格,还真是鬼子的常用套路,村长假意答应下来,并开始思索着,如何向八路军风风暴气, 直到这天,机会来了,这个男人割破自己的手指,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三个字,验门关,随后,在鬼子眼皮子底下,栽给给他送饭的女人,虽然李德寿已经答应给鬼子带路,但是,诡计多端的鬼子并不信任他,在李树青送饭的时候,还要继续搜查,而在消息被成功地送到八路军的手里,连长王发祥和指导员李继,立刻制定作战部署,决心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,第二天一早,李德寿带领日军的 运输车队和兵力,浩浩荡荡地走下来,事先设定的山谷,提前一步到达作战地点的小分队,则埋伏在山谷之上的巡押峭壁间,走到一个分岔路口的时候,李德寿故意对鬼子说,左边是黑石沟,右边是燕门岭,多疑的鬼子军官,拿望眼镜看了看两边的道路,故意说走黑石沟,而李德寿也丝毫不慌,直接转身走向黑石沟的小路,鬼子军官又突然叫救他,让他走燕门岭, 而这,就和李德寿的吸引,燕门岭是打伏击的好地方,当鬼子们还在侥幸认为,路越难走越说明安全的时候,八路军已经在他们的头顶时刻准备着,在李德寿的带领下,鬼子很快就走进了八路军的伏击圈,然而就在这时,小分队发现,李德寿走在队伍的最前面,一旦两方交火,李德寿的安全很难得到保障,想到这里,连长迟迟没有下令进行围攻,连他马上就要走出伏击圈,连长还没有动手, 李德寿担心错过最佳时机,开始大唱山歌,向小分队抱歧,多田质问他为什么突然唱歌,并勒令他停下,而现在的李德寿自然不会听他的,随后,鬼子一伤打穿李德寿的膝盖,李德寿艰难地爬起来,等到多田走到跟前时,抓住多田的刀,捧进自己的身体里,他知道,自己不死,八路军就会有顾忌,拿起张来也会畏手畏脚,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他告诉多田,自己要送他们去阎王殿,就这样, 村长以生命的代仗,为小分队赢得了战绩,连长悲痛万分,活在隐藏,下令狠狠地打,手楼弹被一个接一个地扔下,鬼子们无处可藏,只能被炸为灰烬,山谷前硝烟四起,鬼子被突而起来的袭击,打得溃不成军,一辆辆军车被摧毁,就在这时,活军车封号响起,连长率领战士在山谷前与鬼子展开了肉搏战,李秀卿的丈夫也将手里的大砍刀发挥到极致,接连砍翻数名鬼子,为了给村长报仇 他找上多天,一刀截裹掉他的性命,最终,我军以绝对的优势,一举摧毁日军的运输计划,取得了燕门关伏击战的重大胜利,燕门关伏击战是西口会战的重要战士之一,与平行关大截,火烧阳明铺飞机场并列为抗战初期,巴勒军所打的三大著名战役,这次战役有力地切断了清华日军从大头往西口前线,运送军事物资和兵力补充的生命线,极大的牵制和延缓了日军的进攻 维西口会战和保卫太原做出了重大贡献,一朴素见身后,一单纯见丰厚,一细小显重大,一有限表现无限,小山村的故事蕴藏着历史的活力,能反映出中华民族误区的气概和崇高的品格 那个老村长,一个姓名可以忘记,而精神光彩就永远不应该被忽视的形象,在应付敌人的时候,他曾经被乡亲们误解,甚至有人唾弃他为汉奸,但他不言不辩,人如负重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但冲突发展到危机时刻,为了拯救村庄孩子,为了保护乡寨,他把屠刀和烈火引到自己家门,从而导致了自身家伙人亡 他的这一切是那样的出人意料,只是想用合乎行礼,他用巨大的牺牲导致了敌人的失败和我居民的一次次胜利